深圳人搞钱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 一个90后的深圳富婆开了一个茶楼 两年半的时间就赚了两个亿的利润 她的赚钱思维绝对值得所有老板学习 首先她将298元一壶茶全部免费给会员喝 不是免费喝一次 而是永久的免费喝 那她是怎么赚钱的 首先她做了很多张会员卡 只要拿着这张会员卡 你就可以过来终身的免费喝茶 她将这些会员卡全部送给高尔夫会所 酒吧 KTV 商务酒店 汽车4S店 并告诉老板 只要在他们店里 消费1000块钱以上的顾客 都可以送一张免费喝茶的会员卡 只要她拿着这个卡过来 都可以永久的免费喝茶 这种营销方式让茶楼的人流量非常大 来喝茶聊天的人天天爆满 而且来的都是高端的消费群体 在有钱人的圈子里 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茶楼 需要谈事情的时候都喜欢约在哪里 都免费了 那富婆怎么赚钱呢 各位记住 免费就是为了更好的收费 高手都是赚别人看不懂的钱 富婆经常在茶楼组织活动 大家都很愿意参加 因为既可以休闲娱乐 又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圈子 积累更多的资源 接着富婆又开了一家融资公司 在茶楼里设置一个小舞台 专门提供给创业者进行项目路演 富豪们一边喝茶 一边听这些年轻人 创意十足的项目和想法 遇到好的项目 大家都纷纷投资 而具体的对接流程 全部是由富婆的公司来打理 一笔融资少则几十万 高的几个亿 富婆作为融资中介 从中依法抽取8%的中介服务费 一个项目融资100万 富婆就抽8万块 融资一个亿 她就能抽到800万 一年下来成功融资几十笔 富婆又多赚了好几千万 富婆赚到钱 就提升茶楼的装修和服务 茶楼环境越来越好 越来越舒适 就越来越多的人 往富婆茶楼里面去 为了把最好的服务 提供给最需要的 富婆就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门槛 每年要交3万块的会费 富豪知道 这个圈子的资源非常的优质 而这3万块钱 对这些有钱人来讲 太小意思了 结果富婆光收会费 就收了好多钱 所以说赚钱的门路一直都有 只是我们缺乏认知 而且中国现在有个怪现象 好多人不上班 日子却过得挺好 哪里来的钱呢 有的人天天上班 却反而没钱 为什么你总感觉 生意越来越难做 因为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别人赚的是 你看不到的大钱 因为商业上 有27种无形的钱可以赚 但现在绝大多数老板 只会赚一种有形的钱 就是产品的差价 其他无形的钱 一个都没赚过 更没见过